欢迎回来 台湾的汉象还没有解除 而经济部明天下午就要召开抗汉会议 依照高频息的流量 以及南华水库的水情 可能决定高雄是不是要采取公五亭二 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 其实全球都有缺水的危机 而昨天世界地球日这天 纽约法拉圣的植物园 就特地举办了活动宣导节约用水 法拉圣植物园原本计划举行 游览植物园来纪念世界地球日 但是天宫不作美下起了小雨 于是活动主题改成了珍稀水资源 在美国西部的加州 干旱现象持续多年 株掌甚至破天荒地下达限水令 让下一代关注地球健康 节约用水显得非常重要 随着春天的到来 法拉圣植物园会举行很多的游园活动 这个周日就有爱护地球为主题的乔木节 乔木节从本周日早上11点开始到晚上6点结束 为接下来的春夏赏花活动揭开序幕 新唐人记者陈小天唐城 另一位报道